好 同样是因为竹科用地而引起争议的 还有苗栗的大蒲犁 由于要作为竹科四旗用地 当地的农地跟家园也要被政府强制征收 没想到苗栗县政府竟然在这个月的9号当天 派驻大批警力把刀鲁给围了起来 怪手强行开进稻田里面整地 把农民即将收成的稻子全部都毁坏了 来自台湾各地同样面临土地征收命运的居民 以及民间团体和学者 前来声援苗栗县竹南镇大埔里的居民 由苗栗县政府办理扩大竹南基地周围土地特定区的计划 将征收民众用地 但是有部分居民不愿意自己的家园被征收 居民控诉苗栗县政府不只派出警力接护 强势为物 甚至还强行整地将怪手开进田里 把原本再过一个月就可以收成的稻子给毁坏了 那多恶劣 你看他中间那一块就是这样给他这样转转转转 整个田的土就被我们捏偏了 我妈从那里冲出来 我不知道我妈七十多岁的人说很厉害 一块岁的岖子要掉下去 一个七十多岁的岖子人 我没有需要要十多的警察去划 农民辛辛苦苦的栽种 眼看可以收成 那你用怪手把它碾成这样子 那这个从江市执行法来看 这也是违法的 苗栗县政府以新闻稿说明 此案已经审定 目前办理区段征收工程 一切都依法办理 居民表示目前征收处理 是以公告限制征收 以及配地的方式来进行 他们认为征收价格远远低于市价 甚至优质农地换来的 却可能是坟墓地 或者临近高压电塔 因此无法接受 而学者更批评政府动辄使用 土地征收的强制手段 不符合公共利益 严厉的谴责苗栗县政府 这样粗暴的行为 我们要严正的声明 在我们土地征收制度 还没有完备之前 我们要停止目前任何的 区段征收跟土地征收 农民团结 农民团结 抵抗征收 现场的人士一同把怪手 摧残后的水稻扶镇 象征捍卫农地的决心 学者表示 目前世界各国动用到土地征收 是最后不得已的手段 因此建议 台湾的土地征收条例 已经不合时宜 应该要修法 才不会让强制征收 成为变相压迫人民权益的制度 记者陈嘉询 张光宗苗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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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